不要用手机牌 不要用手机牌 江苏泰州惊心不服女师 所以在地下两百多年 却表情细腻皮肤完好 甚至在手电筒的照耀下 体内的血管都清晰可变 正当专家们疑惑不解时 新的惊喜来了 隔壁湖北又发现了一具男尸 虽然经历了两千年的轻食 仍旧吹弹可破 甚至在仪器下 还发现了细胞内的DNA 那么问题来了 是什么导致它们历经千年而不服的 难道传说中的长生术真的存在 保持住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华夏不服尸体的前世今生 镜头里这具鲜活的尸体 就是闻名天下的泰州女尸 她发掘于江苏某工地上 当棺果出现在专家族面前时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因为整个棺盖的造型前所未见 有如一座宝侠 将尸体层层的佐住 果然半个小时后 第一层棺果击开后 迎面居然是一块夹层 带着激动的心情 考古人员掀开了最下层的盖板 上那间 一个亮丽的女尸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她表情祥和 皮肤细腻 有光泽在手电筒的照耀下 表层肤质的血管清晰可见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即使过了两百多年 棺内的液体中 居然连一点腥臭味都没有 用鼻子一嗅隐隐间 带着一股淡淡的草木香 正在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女尸手指上的一枚戒指 散发出了诡异的绿光 难不成这就是她永生的秘密 因为事关重大 考古队连夜将女尸 运到了附近的医学院 在仪器的显示下 震惊所有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具女尸的骨骼居然完好无损 还能实现自由转动 很快第二天 消息便轰动了考古界 为了揭开泰州女尸不服之谜 专家又把视线转移到了 邻近省份湖北 发掘出的心锥夫人牧场 因为在这具古事上 发现了更加惊人的真相 直到今天 有许多谜团依旧无法破解 镜头中的这具女尸 就是闻名天下的心锥夫人 开关当日 她全身骨骼完好 浑身散发着奇特的香味 由于太过真实 整个人宛如睡着了一般 但旁边的沐志明 却清楚地告诉专家组 这是一具距今两千多年的古诗 因为她的丈夫丽仓 曾亲身追随刘邦 击败项羽 创造了大一统的汉朝 事后封官拜相 在长沙国享尽荣华富贵 这一点从心锥夫人身边的 陪葬品就可见一斑 在她的身上层层叠叠 穿着近二十套丝绸 为了剥离这些无价之宝 考古队花了整整一个星期 紧接着研究人员发现 这位生前锦衣玉石的贵妇 死后居然连血管都瞧得清楚 而这一点与泰州女狮不谋而合 为此专家组展开了有史以来 罕见的病案勘察 经过层层梳理 地毯式的检查 这两人的长生秘诀 显露了出来 原来心锥夫人的棺果 是特别打造的 仅保护装置就多达四层 其中甚至不乏十六米的夯土 这样的奢华配置 而在泰州女狮身上 也发现了同样密不透风的防水设施 而正是这些价值万斤的棺果 帮他们躲避了空气和地下水 使得这两具古狮 能在千年的演变中 始终如一吹探可破 只可惜 即使如此强悍 这两具女狮仍旧不能稳坐 滑下第一古狮的教义 因为还有一具女狮 迄今为止 专家都无法破解她永生的秘密 中国第一不服女狮来了 她曾在被曝晒39天后 被人遗弃 被雨水冲刷 可即使如此 内部的器官依旧完好无损 甚至在遗弃的显示下 还有血液不停地涌动 相较于文明天下的心追夫人 她下葬的年代要更早 甚至有专家推测 这具女狮大约生于战国末期 也就是说 她亲眼见证了 华夏大地上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可令人痛惜的是 她发觉的身世却充满了坎坷 这一切还得从1994年的一个午夜说起 那天 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没在 湖北荆州市郭殿村的地头上 第二天 暴雨下了一天一夜 等到村民上山去砍柴时 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了 闲谈间 一个老农 发现了草垛里有异样 他壮着胆子走了过去 这一看不要紧 只见一只手搭在外面 居然是一具女尸 我的妈呀 下一秒 老农吓得屁滚尿流 急忙回村拨打了报警电话 等到考古队介入时 附近的山林已经被拉上封锁线了 起初 专家并没有感到奇怪 因为这附近时常有古墓被发现 荆州作为历史重镇 曾埋葬了数不清的达官贵人 可谁想 研究所那边很快传来的消息 经过对女尸身上衣料的对比 属于战国时期 距今大约两千多年 这下子考古队炸开了锅 两千多年 还是战国时期 这简直就是活化石呀 然而 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在后续的发掘中 考古人员又找到了三个道洞 果然 半个小时后 在不远处找到了一座战国古墓 只可惜 已经被盗墓贼掏空了 事到如今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一伙猖狂的盗墓贼 早就盯上了这座战国古墓 在盗走官果中的陪葬品后 一狠心 居然把墓主人给丢在了半岛上 那几天里 当地连连暴雨 后又遇到了干旱 而这一具战国女尸 就这么暴晒荒野 承受了数不清的磨难 可问题又来了 一具两千多年的女尸 为何会如此刀枪不入 带着疑惑 专家组对其进行了骨骼鉴定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 这具女尸居然75岁高龄 下葬时已经步入晚年了 要知道 古人年龄普遍在40岁上下 正所谓三十成家 四十立业 五十知天命 六十二耳顺 七十随心所欲 这具女尸享有75岁高龄 一定大有来头 为此 研究人员凿第三尺 终于在棺果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在女尸的身下 找到了一些粉末状的物质 其原理 有些类似心锥夫人棺材中的液体 只不过 由于技术原因 只能分析出 含有少量的中草药成分 至于这具女尸 是如何历经两千多年 依旧容貌不变的 只能等待未来的医学去解释了 从古至今 华夏民族都不缺少 各种秘方和奇术 例如五彩斑斓的法门寺 密色瓷器 轰动世界的秦始皇陵 只不过 在历史的长河中 许多奇迹都被淹没 暂时失去了踪影 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可以破解其中的秘密 对于这三句不符诗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